大家好,我是一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PINK DESIGN三件套的开枪和简易测评 虽然是一起买的,但是不是同天到达的 所以我就分别说一说 因为PINK DESIGN这个牌子几乎就是我没有见过降价 所以我就是原价购买的,是259美金,加上税后是283美金 相当于人民币是1900左右 其实这个价格对我来说还是有点贵吧 对我来说可能已经算是一个奢侈品包的价格了 当然跟驴牌这种包没法比 但是网上我也是找了半天 就是还是确实有没有发现像PINK DESIGN这种比较全能的 而且它这个造型也是不用种,比较偏紧致的摄影包 就是平时也可以当一个普通背包来背 所以自己也算是一咬牙一跺脚就购买了 首先说这款双肩包的大小它是分为20和30升 因为它是一个紧凑修身型的背包 所以说感觉这个20升娇小的女孩其实背着也不会显得大 所以我觉得要是高大一点的朋友 或者说你要是背的东西比较多 还是选30升比较好 或者说是其他牌子大一点的背包也比较好 20升这款背包其实对于高大一点的朋友来说看着还是稍微小一点 当然它的容量还是能装的东西倒是不少 不过从容量上来说20升装两机三镜也没有问题 从外观上来说四种颜色就是黑色 碳黑灰色和棕黄色 我是感觉这个黑色特点不是太明显 而且深色也是稍微吸热一点 所以我就没有选择黑色这款 棕黄色我倒是觉得它要是皮革那种亮面的话还好 但是这种材质的话看起来我觉得还是像麻袋一样 就是不是很好看 灰色我觉得还是显得比较有特点 显得比较素雅一点 而且它总归是个浅色的也不会太吸热 本以为会怕脏吧 但是还是我觉得还好 我是经历了凌晨在山坡上这个仰面朝天的摔倒 也没有让这个背包有什么明显的污渍 接下来我就说说细节吧 首先上面的背包盖子这儿呢 是一个磁力的卡扣 相当于分为四档 拉到最下面的就是包裹最严实 但是你容纳的空间就是最小 最上边的就是容纳空间最大 但是最大的话两侧就会有一定的开口 这个磁力卡扣呢 不是平面贴合的 是这个往里面 是往里面贴合 所以说打开的时候呢 需要一拉一抬才能打开 这样的话就是它又能防盗 又不会不小心的被撞开 背包两侧呢 它都有这个拉链 所以说两侧都可以打开 这样取相机就很方便 上边呢还有一个拉链的防盗卡扣 也是很简单的 就相当于把这卡扣一卡进去就把它扣上了 很结实啊 质量不错 感觉不会轻易拉断 里面呢 这就是相当于有一个三个隔断的设计 还是非常好的 就可以随时取出 从而你就调解这个空间的分布 它这个隔断还是有一定硬度的 所以说也可以缓解一定的压力 它一折呢 就相当于可以把它分断了 你在里边拿一个挪动呢 就可以调节它的大小 背包下方呢 有两个挂绳 平时呢就可以收纳到这个夹层里面 这两个挂绳呢 做一个十字交叉的话 就很好的可以容纳一个小型的无人机 我觉得平时你可以把一个什么衣服 什么挂在这都可以 都很方便 卡住一个泡沫箱也可以很结实的 侧面口袋呢 勉强可以放一个重一点的三脚架吧 但是感觉还是不太协调 因为你背着的话重心也不稳 个人觉得放个小三脚架是比较好的 但其实它大三脚架的话也是能放 我觉得或者你放一个独角架或稳定器 我觉得也还可以 左右上方呢就各有一个把手 就相当于是三个把手 这样的话就是不管你怎么背呢 都会方便的拎起来 背包上方的拉链呢 打开里面呢分为三层 第一层呢就很浅 就像一个口袋一样 基本就是放一些小的东西 但也可以放比如说GoPro这些东西 第二层就是稍微深一点吧 相当于它是给你预留一个放平板的空间 第三层呢就是整个背部的空间了 就是可以放一个笔记本电脑 我这个是老款的 还有光居的13寸的MacBook Pro呢 也可以放进去 口袋侧面呢有一个隐藏的收纳口袋 这个是一个腰部的固定绳 背包后面呢有一个胸部的固定绳 两边都可以拆卸 现在这个整个背带呢 其实它算是一个偏硬一点的 这个所以说它这个背包负重小一点吧 其实还好还是很舒服的 但是重一点的话还是会 我会觉得会有点勒这个肩膀吧 海绵还是稍微硬一点 而且窄一点 所以说你想背这个负重比较重的东西呢 不是很舒服的 背部海绵后面呢有这个夹层 就相当于它可以让背包插在行李箱上 背部的海绵呢也是偏硬一点的海绵 因为它以这个背 因为它这个背部呢整体呢 其实它就是为了设计成这种修身紧凑型 所以说相对来说就看着更小小一点 因此它这个舒适度的话 就没有这个大型的背包好 因为大型背包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个背带都是非常非常宽的 而且就是这种软海绵 最后我就简单说说优缺点吧 首先优点的话就是它功能还是非常全的 左右上方呢 共有三个把手 就是让你不管平时拿起放下呢 都还是很方便的 就是平时你背起来放下的话 就是把着把手就可以了 背包整体呢 它是一个这个修身紧凑风格的 所以说不会显得臃肿和占空间 顶部呢是内侧吸附的这个磁力卡扣 所以说它这个防盗防创的效果呢 还是很好的 背包两侧的拉链呢 就是随时取相机和物品非常方便 中间和两侧呢都有固定的挂绳 相当于进一步的扩展了这个储物空间 内部夹层的设计呢 让一些小物件呢 都可以规整安全的放置 内部三个可折叠拆卸的隔断呢 让你可以随时根据需求调整空间 缺点的话 其实我个人认为只有两点吧 第一点就是还是价格吧 就是虽然个人觉得性价比 不能说算是虚高 但是便宜一点的背包啊 不见得就是比这款要差多少 这款最大特点可能还是这种修身 就是空间感设计的非常好 就是在它这么小的体积内 基本就没有浪费一点空间 其他的一般的背包呢 就是可能因为不是修身的背包嘛 就是显得会臃肿这个笨重一点 这款背包基本就可以算是一个 不光说是时尚的背包了 就是说还是比紧凑的背包嘛 所以说你背着的话 不会有那种臃肿和笨重的感觉 第二点是我个人觉得 它这个背带的舒适程度呢 还是比较一般的 当然它背轻一点的东西 当然还是非常舒服的 就是我倒没有任何不适感 但是负重多一点的话 就像我把这个背包彻底装满 就是装了两个平板 一个相机三个镜头 其中有一个长焦 再加上一些配件 再加上或者你再加上一个三脚架 那基本就是这个背带会非常的不舒服 就相当于这个背带的海绵背带的话 因为它是硬一点的海绵 所以说它还是会有点勒你的胳膊的 相当于会比较勒你的肩部的 实际上还是因为这个背部的定位呢 就是修身紧凑型的吧 就是说一说 所以说它就相当于是为了美观吧 就适当放弃了一定的舒适度 最后呢 还是建议就是喜欢装多一点 重一点的东西的朋友呢 选30升的那款背包会比较好 或者选一个大一点的肩带比较宽的 或者是软海绵体的这种肩带的背包呢 会会让你的肩部会轻松不少 这款背包呢 其实它能容纳的东西很多 但是你要把它彻底钻的满满的话 你背到身上的话 还不是很舒服 不过要是你这种比较在乎外观的人 不太喜欢臃肿的背包呢 我觉得 我觉得这款20升的这款产品还是非常好的 基本就是它在最小的体积内 已经完成了最大空间的存储了 或者说这个背包 基本就算是无尽其用吧 几乎没有浪费一点多余的空间 最后就说这么多吧 还是多谢大家的观看